陰森剛傳點訊跟我講說 因為他感冒 他說台灣的口罩都沒有了 拜託我幫他買一些 然後他就說他要給我錢 鄭陰森我跟你說 哈囉大家好我是展榕 展榕現在人在泰國 為什麼我會在泰國呢 其實身為二月水平座的展榕 從小到大就因為生日的感到比較過敏 所以也沒有特別的 就是一定要慶祝 所以生日這種東西就覺得很還好 去年呢我就特別想說 給自己一個生日的衣服 我用理程術幫自己換了 我的機會來到泰國 結果沒想到 因為我們就是要加油 我來到泰國之後呢 展榕就打斷跟我講說 欸 東仔啊 穆辛啊 誰誰誰 然後還有我爸 我媽 二姐 每個人都在問我口罩的事情 既然你們都誠心誠意的發問了 來泰國度假的同時 我就來看看能不能順便買到口罩吧 然後昨天呢我去市中心的 Saintle World I'm in the Big C 去買口罩 現在呢 展榕來到的是 Bissi Bissi呢 它是泰國 呃 算是蠻大 有點像台灣的嘉樂府 很明顯的 這個地方 剛剛我問店員了 Bissi跟旁邊的 小藥局店 他們都說口罩賣完了 因為這邊來的人 幾乎都是華人 所以華人把Bissi的口罩給買完了 現在呢 結帳的地方 不誇張 有來過泰國人都知道 平常這邊 是要排到那個 產品裡面去的 是要大排長龍 每次啊 來這邊逛都很開心 但最後在這邊排隊 心情都超不好 超差的 但現在 暢行無阻了 我又非常的緊張的問我當地的朋友說 欸 他們的口罩已經賣完了 然後我朋友就說 欸 你不用緊張 因為其實 泰國的其他地方 是沒有缺貨的 今天呢 我就跟我三位朋友 其中兩位當地人 他們說要帶我去找口罩 那因為現在呢 泰國呢 也已經開始一些限制 究竟呢 能不能幫 剛說的 17親朋好友們 買他口罩的東西 但 我現在人在外面 然後這位是我的泰國朋友 他的名字是Nui 就是初次小姐 他們說來捷運站的這個 藥妝店 他說買的到口罩 所以是藥妝店 賣你寫進的啊 喔 明天 你要買嗎 對 我要買 好 多少塊 可能買兩塊 3塊 30塊 OK 這個價錢是好嗎 OK 1 1 我先買一個 然後再看情況 再去其他地方找 耶 謝謝 謝謝 好了 我現在走出來 走出捷運站了 很方便耶 在捷運站就有賣 沒有缺貨耶 還蠻容易買到的 這個呢 是三片30塊 那泰幣跟台幣 現在是差不多價錢的 比台灣貴一點點 但是因為剛剛 我的朋友奴隸說 這個是醫療用的 所以這個口罩是還不錯的 所以這個就 先買一些就回去 我們現在呢 來到這個美食街 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個名字的名字 Hormone and Salade 可以試試嗎 可以開的嗎 可以開的嗎 可以開的 我發現大家都沒有帶口罩 大家沒有口罩 大家沒有口罩 不要出提議 其實在泰國有蠻多朋友 像我第一天見面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現在蠻怕華人的 尤其是他們聽到講中文的人 就會非常的 就是不敢靠近 但是我剛剛問我的 泰國朋友 他說他們不會害怕 他覺得 並不是說人都來自武漢 所以他覺得 不需要過度的去 害怕這件事情 反而他覺得勤洗手 在密閉的時候 再戴口罩 這樣子是比較重要 好了 我現在離開我朋友了 然後我要回飯店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地方 哇 現在在路邊 也有賣口罩 我發現他是 醫療用的口罩 但是是比台灣的再更薄 我不太清楚口罩來源 那以防萬一就是 我就是 找到我就 這邊買一點 那邊買一點這樣子 7個100塊 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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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7個100塊 所以 比我早上買的貴 要十幾塊 然後他還比較薄 我現在呢 人在泰國的7-11 我會來做7-11 是因為我姊姊叫我幫他買 你看 我姊姊也 也不會想說 要關心我說 欸 弟弟少出門 他還是堅持叫我說 你趕快去幫我買那個 好吃的那個果 然後還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講說 欸 7-11有一個就是 那個小叮噹的那個東西 趕快去幫我買那個代購 對 大家都很狠 你知道嗎 然後 陰森剛剛傳點訊跟我講說 因為他感冒 他說台灣的口罩都沒有了 拜託我幫他買一些 然後他就說他要給我錢 鄭陰森我跟你說 幫你買口罩回去 你不用給我錢 因為你感冒我直接給你 全部的人我就幫你買這個 好我現在結帳 嗨 又過了一天了 那目前呢 在 CHA TO CHA 還有昨天在露店 然後還有 一間藥局 都有看到口罩 但是在PXE沒有 華人比較多熱鬧的地方 那便利商店也沒有 因為我飯店附近 便利商店已經都有非常多的華人 所以非常容易的買完 我在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昨天在路邊買的口罩 15塊 不便宜還可以接受 但是呢 大家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問題 你看他的薄度 沒有看到嗎 我的嘴巴 他幾乎是透明的 感覺這個沒有防疫的效果 這個會不會是山寨版的 自己是有點怕怕的 因為台灣的新聞之前提到 就是有些地方 他們會把用過的口罩 再加工 然後繼續使用 所以這個口罩 我雖然買 但是我真的不敢用 那我現在要出門 繼續再找其他新的口罩 展榮呢 現在位於的就是 最著名的四面佛 那剛剛呢 我已經參拜完了 那四面佛的目前的人潮呢 沒有我前幾次來的這麼多 以往會有很多的觀光客 所以代表這一次的疫情 是有影響到他們的觀光 現在呢 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因為我們要去百貨公司 順便去一些藥妝店 幫陰森找一些口罩 他感冒是真的非常的嚴重 比我身邊的人 他目前應該是最需要的人 我就想要幫他多找一些這樣子 現在我在史洋帆蘭公的對面 然後呢 最近就有賣口罩 而且還有非常多款式 還有皮卡丘的 還有一些小熊的圖案 醫療體的話 還有賣一整盒 好嗎 A190 A190 896 A190 890 所以我就買一盒回去囉 我自己本身 會買一個這個試試看 哇這個要100耶 他們口罩是不是有比之前更多 對 因為現在就是像那天都會講 他們之前做的一切 然後造成就這樣 哦 他們是不是很怕華人大量的買 我是從泰國人 因為蠻多重點 來這些罰口 然後找一找 然後造成現在 他們只是說到醫院 沒有到滿多 然後公傳案 但是他們也不在啊 你看 因為他們的醫院有在宣導 行洗手 他們好像反而一直宣導洗手這件事情 對 對 他們覺得不會沒事口水噴到 對 那我要幫醫生買口罩囉 我朋友現在正在幫我殺價 而且他剛剛一盒殺20元 他現在直接說兩盒看的目的再更便宜 但是你殺了我已經覺得很厲害耶 要裝店的話呢 一個人只能買兩個 這是泰國的規定還是店家嗎 店家 店家很好 他一個只能買兩個 因為這邊很熱鬧 應該很多人要買 那我就買兩個囉 現在呢 我人正在曼谷的PKK 要回到台灣 那這一次有找到一些口罩 那我也沒有大量的買 其實當地人他們也會很害怕 我們就是買那種一箱一箱 把它買回台灣 那我自己是覺得夠用就好了 少出門 然後注意自己在公共環境衛生比較重要 目前在機場的話 戴口罩的人數大概就是一半一半 大多數的外國人是不會戴口罩 因為在歐美好像他們會認為 戴口罩是重病的人 當地人的話大概還是一半一半 比較多戴口罩的一樣是華人居多 經過這幾天下來呢 我有發現 泰國人他們對於口罩這件事情 覺得勤洗手比較重要 他們不會去大量的買 他們就是喔 我要用再去買這樣子 這個影片呢 就是我這一次的泰國 方清版好友買口罩之旅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你喜歡就好 掰掰 好嗨大家 現在呢是晚上 來泰國最重要的行程就是會去心心買東西 不誇張 這個地方呢叫做 Central World 平常這邊是大災車 因為受到武漢病毒的影響 這邊史無前例 現在才批發點吧 這個地方暢行無阻欸 平常這邊如果你要回飯店的話 至少災一個小時 現在太誇張了 很不可思 繼續為愛瘋狂 想來著讓我戒不掉你 你面前初衷也覺得了不起 甜蜜的 卻像是 低階轉了筆